大家好,我叫梁增斌,来自河北技术能源脏矿集团康宝煤矿的一名锦夏工人。 虽然呢,我是一名锦夏工人,我的爱好特别喜欢文艺,特别喜欢我们地方文化。 虽然呢,锦夏的工作又苦又累,我依然坚持我的原生态唱作。 就是说前路改的一段那个各有卖,就是我们家乡的传统的一个段子。 这次过来呢,参加这个节目我非常高兴。 能在这个平台上展示我自己,也是把我们家乡的原生态二人台带给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听, 我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高兴。 小便大海海 那个小水呀 笑了他的那香 笑了 їх尤其第二千 一类融才 我们会将来 听我刚才这个VCR 我看出来了 您是这么一位 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对 我是地下工作者 问您 您平时在这个工作生活当中 也喜欢这么唱吗 虽然是那个景象工作 特别艰苦 我也忘不了我的爱好 听您的唱就听得出来 下了功夫了 来问一下我们今天的裁判老师 先问吴周彤老师 从音乐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他唱得怎么样 很多人都觉得 阿宝的歌声很亮 都会以他作为标准 但是我觉得 我听了你的歌声之后 我觉得你要比他的歌 更有感染力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声音里面带有一些 沧桑的东西 就那种沧桑的东西的话 其实是音乐里面最感人的东西 除了有那种高亢 还有一些你的生活 你把你的生活也通过你的歌声 表达出来了 所以这点来说的话 真的是非常棒 谢谢吴老师 刘先生您觉得怎么样 我都听傻了 梁师傅作为一名一线职工 歌能唱得这么好 真是没想到 可见在我们一线工人队伍里 真是藏龙卧虎 歌唱得那么好听 而且真假声的结合呀 声音那么干净啊 真是听了 非常是一种享受 听你的歌 那位老师 我觉得您不太放松 有点紧 这个再大气一点 可能会更好一点 不管怎么讲 三位裁判老师 给了您都非常的赞美的词语 希望接下来的比赛中 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 稍事休息一下 谢谢老师们 谢谢